很多买苹果手机的朋友都认为 苹果手机好用 因为流畅性高 不卡顿 苹果的iOS系统对全线也管得很严 苹果安全系数很高 那这些苹果用户 在习惯苹果手机之后 在使用安卓手机会是什么感受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因为苹果手机的系统流畅度高 用上几年系统基本上还是非常的流畅 那从苹果换到安卓机之后 就会发现 安卓手机用起来每到一年 手机就开始卡顿了 同时运行多个应用根本不可能 觉得用起安卓手机来 一点都不习惯 想换回去了 不过人们在换安卓机的时候 也会发现 价格不是很贵 各种取平面 全平面 外形各异选择很多 让人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特别是安卓手机的拍照功能很强大 感觉拍出来的照片和自己是一模一样的美丽 而且安卓手机能下载各式各样的游戏 这在苹果手机里是想都不敢想的 限制很多 现在用起的安卓打游戏 真是越打越畅快 连营锦盘没问题啊 总之 相信大家从苹果手机换到安卓手机之后 一定会有更多新的玩法 供我们发现 话说 大家现在在用什么手机呢 您打算下个手机换苹果还是安卓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